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府委長,各位部長,各位官員 我是不是先請副院長 好,謝謝,那請我們副院長 副院長,你好 你很早 歡迎你來 難得你來,所以 我還是有一些敏感性的政策要請你回答 這個,你有沒有參與 所謂的烤雞打瓶的試辦 這個計劃 你有沒有去參與這個計劃的擬定,推動 跟相關的後續的管理,有沒有 你說試辦 試辦 是程序部主辦 你有沒有參與 這院長主張 當然我們是決策單位 這個院會 考試院的重大決策一定要經過院會 也有跟你商量 你有沒有參與 因為如果你沒有參與的話,就請別人來回答 政策上當然我們參與 那為什麼會停辦呢 你們的考慮是什麼 這沒有停辦 沒有停辦 沒有停辦 這個 全序部張部長說 10月26號表示 今年已確定不事辦 那麼 貴院的秘書長 黃雅榜 秘書長 10月28號進一步說明 今年的確不再強制要求公務機關 拿烤雞至少要一趴打瓶 這個報告李委員 在執行面是 全序部如果有必要他會報告 你們還公佈了一個 你們還公佈了一個 在去年還公佈了一個 烤雞的 這個打烤雞的注意 要點 裡面還特別去強調 至少要達到一趴 打瓶 李委員 我做政策面 有沒有這個要點 這個要點能不能現在拿給我看一下 部裡面 這個我們可以講 現在我做政策面 跟李委員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現在的重點是這個樣子 可能有些人 我現在的重點是這個樣子 你過去做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今年不辦了 今年還是辦 沒有啦 你今年就沒有那個注意要點嘛 你就是不需要 你現在今年是不需要至少打 一趴的打瓶嘛 這個我們改革的 那你去年是要求這個樣子嘛 但是績效不髒嘛 是不是 現在李委員 我跟你報告 現在 現在我們事辦的 這個不是依照新的版本 因為新的版本 我們在法制面 要修法完成 我們才能依據新法來處理 你去年為什麼公佈至少打一趴呢 那你們不是違法嗎 不是辦我們是依照現行的法令規定 如果嚴格執行 現行法令也沒有強制至少要幾趴打瓶啦 大家沒有嚴格來打烤機 那你為什麼公佈至少打一趴打瓶 那是我們自己考試院啊 跟所屬部會 我們自己以身作折 就這個精神 因為我們要求的很簡單 只有八個字啦 我們是希望 那八個字給我看一下 你八個字給我看一下 認真工作 熱情服務 好啦 不要再打太極權啦 你打這個太極權 你浪費我的時間 浪費全民的這個時間 對不對 你那個辦法趕快拿過來嘛 那個注意要不要拿過來嘛 然後你說啊 這個不能強制 那不能強制 為什麼公佈這個強制呢 然後又做不到 又處罰不了 然後只好就宣佈放棄 你們是不是宣佈放棄 至少哪一趴 今天我們是依照去年的這個標準 我們內部啊還是繼續做 但是因為新的考級法修正案 還在大院 這個完成修法 我們才有所本啊 那現在我們的精神沒有改變 我們絕對是正面 精神長存 精神長存 那肉體有所不能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呢 這個樣子 就是官官院長還有 您這個大副院長 來立法院 靠靠靠聲聲所說的 真的 我們動作安裝 來這邊講的都不算數啦 這個 我現在只要確定 我現在只要確定 好不好 只要確定 你們去年 啊 事辦 至少一趴打柄的這個計畫已經取消了 不過 你如果這個執行面有必要啊 依照權責我們可以請張部長來說明 這是你政策決定的啦 對 政策面我就跟你幫忙過啦 所以為什麼 我一開始就問你說 這個部分你有沒有參與嘛 當然參與 這個政策面我們認為是正確的啦 哪一個正確 取消打柄一趴這個是正確的 考基法修正案啊 我們利益是散的 我們是保障 現在外界是這樣解讀啦 現在外界是解讀怎麼樣呢 就是說 你們現在停辦 這個一趴打柄啊 是為了選舉啦 怕得罪公務員啦 那聯想太多啦 沒有聯想太多 沒有聯想太多 這個是我覺得蠻 蠻 這個可以接受 可以 被認為是事實喔 蠻接近事實喔 如果要進一步了解 我們可以請執行部來說明 你現在不願意再講了是不是 政策面我已經報告完畢了 政策面報告完畢 你們 這個院長有說 說 會繼續去年認真辦理年終考基的做法 是不是 對 好那現在有個很重要的一個政策宣示 你要不要在這邊宣示 今年的考基 比例 就是太太太略的比例 絕對不會低於去年 絕對不會低於去年 這個執行的部分 是不是請部來說 你要不要承諾這個 你現在事辦 碰到障礙了 好 那你搞出來的東西 這個都不如意 那你至少年年要進步啊 要不然你一趴到三趴這個立法 你要怎麼做啊 還沒有立法之前你們說我們率先 來實施率先來做 來 這個宣示我們 要 做這個考基 的決心 那我現在只告訴你 只要求你這個樣子 好 那你今年 那你今年 絕對不會比去年 那李委員剛才報告過 我們希望 各單位我們示範 就是依照現行的法令 嚴格來執行 該打柄的也許三趴五趴都有可能 就是因為過去 該打不打 不該打亂打 你們才有考基改革啊 那你現在就是啊 恢復過去的方式啊 就是過去 我們尊重過去 尊重法律 然後你們就啊這個 依權者認真去打 那你這個改革 所以我剛才報告 政策 你就不要改革了嘛 你就不要啊 把口號喊的那麼大聲嘛 把這個目標定的那麼高嘛 精神長存啊 肉身不能這樣子 我們現行規定啊 我們希望務實來貫徹啦 該打柄的就打柄 我們的精神 什麼叫做該打 什麼叫做不該打 就是你們 你們不信任 打考基的人 所以才有訂 至少多少打柄嘛 好啦 你再說 越說越老闆啦 我跟你說 絕對不會漏氣啦 絕對不會漏氣 絕對不會漏氣 我們有一個標準 哪些人符合打柄的 如果這些人多 你如果比較賣會多 那當然比例很高 我只要求這個 今年的做法 絕對不會比去年的比例差 柄的部分 柄以下的 去年有沒有打柄的啊 沒有啦 那是非常特別壞 非常嚴重啦 非常嚴重啦 釘的 沒有啦 那就是 今年 至少不會比去年打柄的比例低 來宣示你們的這個改革決心 你要不要在這邊承諾 我們這決心絕對有 要不要承諾這個樣子 這個不能宣示啊 如果是去年 你們之前都可以宣示至少一趴 要馬比 李偉你聽我說 因為你在公共行政你也是專家啦 我不是專家 我離開這個太久了 我剛才報告過 在立法院這邊已經被磨成 不是專家啦 去年事辦 大家本來不太好的都變好了 那就不應該打柄 有嗎 當然有啊 當然有 你的意思就是打一次柄 以後大家都變乖了 然後大家都很努力了 看實際情況啦 如果說還壞 那當然要打柄 你這是什麼道理啊 那多打一點柄啊 那後年就會好一點啊 你哪有這種理論 對不對 這個也是警惕作用啦 政策上我報告得很清楚 我們是警惕 那在法案上 在修法的這個新的考基法的法案上 就不應該強制規定一趴到三趴 按照你的邏輯的話 按照你的邏輯的話 對不對 打一次柄大家就學乖了 就變好了 那你怎麼年年要去找一趴到三趴的這個柄 我們機動性很高啦 你怎麼又要機動 法律的規定你又要機動 你這個立什麼法 所以李委員你聽我報告啊 我們在法律明定 在三年檢討一次 假定 三年以後出現 你不是去年打了一次以後 今年就變很乖了嗎 那當然好的會變乖啊 那壞的當然如果少數特壞 那不但打筆還可以打筆啦 你都親在講講的 部長你快來替他講話啦 我越說越老闆 來來來 好吧那執行面就請部長來說明 好不好 好那我們邀請張部長 政策面你也不回答 那你說叫他回答執行面 我跟你講 我也是問他政策面 好不好 副院長你先做一下 因為副院長今天是 公務人員退休福氣基金 監理委員會的主委的身份來的 我管他他是副院長啊 當初行政院副院長來的時候 還不是為了什麼消費者保護 對不對 那我們還是要問他副院長 要不然我叫他主委喔 主委 另外我先第一個我首先